人民币跌破了7.24 仅仅一周多之前 人民币对美元的离岸汇率曾经高达7.16 随后一波持续的下跌 目前最大跌幅已经接近800点 人民币下跌的走势完全可以说明 美元还没有放弃 但是这一场货币战争应该已经到了终局时刻 这也是美元最疯狂反扑的时候 4月份 美元突然间通过引导市场预期的方式 出现强劲反弹 再配合华尔街资本打压做空日元 导致整个亚洲货币出现快速贬值 最后亚洲各国强势反击 其中包括日本和韩国动用外汇储备强行就市 随后贬值潮获得缓解 尤其日元还一度上涨至151 但最近这几天 美国又一次故技重施 妄图继续引导市场舆论 月初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非常不理想 随后公布的失业金申请人数也大幅上升 这本来是劳动力市场降温的信号 也预示着美联储的降息为期不远 但想不到美联储李氏居然还公开喊话 认为通胀降不下去 美联储还需要加息 最低限度 他认为今年之内不会有降息 这直接导致日元再一次下跌 目前已经跌破了156 与此同时 人民币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 这一场货币战争还在继续中 美国还想对亚洲进行收割 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各项数据就会明白 货币战争已经进入尾声 很快就将揭晓胜负 首先我们从美元赖以收割的武器美债来看 中国持续地抛售美债 目前受到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 第一 美债的持有规模越来越小 过去我们最多曾经持有高达1.3万亿 但目前只剩下7750亿 这一个持有规模 甚至还小于中美之间一年的贸易顺差 第二 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也越来越小 我国的外储中曾经有将近三分之一是美债的 但现在美债的占比只有24%左右 占比越低 受到的影响就越小 第三 从美债的总规模角度来看 中国开启抛售以来的这段时间 美债的总规模却不断地增加 从17万亿增加到34万亿规模翻倍 我们所持的美债占美债总额的比例 从9%降至2% 这一个数据是下降的最厉害的 也是美国最不满的 为什么美国可以轻松收割日本呢 那就是因为日本持有的美债较多 日本的外汇储备仅是我们的三分之一左右 日本的GDP只是我们的四分之一左右 但是日本所持有的美债却比我们多50% 也许这一次日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 在这一次抛售美元现金挽救日元汇率之后 日本很有可能即将开启抛售美债 首先需要补充美元现金 其次很有可能还要向中国学习 调整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 降低美债的占比 如果这样的话 美债的危机更大 现在美国其实已经感觉到 自己到了最后时刻 此前已经宣布 下月开始缩减美联储的抛售美债规模 也就是说收紧水龙头的动作正在放松 下一步美联储可能突然决定降息 完全转向 到那个时候 美元的宽松政策重新降临 同时也宣告美元的收割完全失败 在西方就能勇响富贵 害怕被欧美洗劫财产 俄富豪纷纷逃回国 俗话讲风水轮流转 此前纷纷润出国到西方 躲避国内征税的俄罗斯富豪们 发现美欧对他们的财富 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 永远也喂不饱 要么是被冻结的下场 要么是直接被没收 远比国内收高几个税点的损失多得多 俄罗斯富豪们这下可坐不住了 如果早知道出国躲避征税 到西方是享受这种民主自由契约精神的话 那他们打死也不出来了 对俄罗斯富豪们来讲 欧美现在的洗劫行动只会愈演愈烈 因为如今俄乌冲突仍然严峻 而且战事越来越不利于乌方 西方连俄罗斯国家资产都能冻结后 挪作支援乌克兰用 难道你俄罗斯寡头们的财产还不能充公了吗 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 他们现在只得盘算着 尽快搞财富的二次转移 近日据彭博社报道 此前由于欧美制裁俄罗斯 而将资产转移到西方的俄富豪们 现在又害怕被西方抄家 忙着将名下资产进行二次转移 而二次转移的目的地只能是回国 或者是阿联酋这种对俄罗斯友好的国家 一方面 俄罗斯富豪纷纷选择回国 最直接原因就是害怕西方洗劫其财产 本来自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政府就在遭到西方制裁的环境下 采取了必要措施 集中和动员全国一定范围内的资源来应对冲突 很多富人就赶紧出走西方 想着都投靠了西方 总可以规避国内的控制统筹了吧 可是没想到的是 随着冲突延宕以及西方对俄制裁加剧 美欧方面都可以威胁冻结 并使用俄罗斯国家在海外银行的资产来援助乌克兰了 那对这些润到俄富豪的财富 他们还会放在眼里吗 想没收就没收 想抄家就抄家 也只是西方一念之间的事 在西方就能轻松永享富贵 恐怕是想多了 这下俄罗斯富豪们终于感受到美欧的恐怖了 美国有一项叫SDN的特别指定国民名单 进入这个名单内的个人和实体 其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 而且全世界所有金融机构都不能进行往来 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对俄金融机构 实体企业以及个人的海外资产进行多轮冻结 此外在俄乌冲突开始后 美国就制裁了数十名俄罗斯亿万富翁 不仅冻结其财产 还将他们列入了SDN名单 西方就是想利用这种方式来威逼恐吓俄富豪 切断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 甚至煽动这些富豪们反对普京 其实普京此前就严厉批评了在冲突爆发前后 将资产和财富转移到海外的俄罗斯富人 还呼吁他们将资产和企业转移到国家管辖范围内 果不其然 这下富豪们感到肉疼了 才巴不得回国做生意和生活 另一方面 西方的制裁还让俄罗斯富豪无法将财富顺利转移给自己的后代 如果硬要传下去 那么必定会导致复杂的法律纠纷和财产争夺问题 在彭博社亿万富翁榜单上的26名俄罗斯富豪 其资产总计约为3500亿美元 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63岁 是时候考虑将财富继承给下一代了 可是现在西方尤其是塞浦路斯和瑞士 银行和家庭信托管理服务都在将很多俄罗斯富豪剔除出交易 因此 大多数被制裁的亿万富翁都选择将资产转回俄罗斯 俄罗斯国内没有遗产税 还设立了基金继承制度 这也大大吸引了在西方的俄罗斯富豪们 俄罗斯富豪本来想规避俄政府的征税和受到冲突影响的各类风险 但到了西方居然更不安全 更没有保证 甚至自身财产已经遭到了切实损害 比如靠能源生意发家的61岁俄罗斯亿万富翁伊戈尔马卡罗夫 他名下约90%的资产已遭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冻结 作为切尔西俱乐部老板的俄裔寡头阿布拉莫维奇 具有葡萄牙和以色列双重国籍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生怕受到牵连 赶紧就将俱乐部管理权移交 但英国政府还是冻结了其在英国境内的资产 可以看出 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是一大谎言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很好地戳破了被一些人奉为归孽的误权法则契约精神 只要能打击削弱俄罗斯 美欧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执行 不管你们这些富豪是多么心向西方 你的财产不过是存在西方国家的口袋里 随时可以巧取豪夺拿出来对付俄罗斯的资源罢了 也就是说 只要一出国 你的财产就不是你的了 什么瑞士永远中立的谎言 西方银行保护存款人秘密的神话 西方彻底拉下了自己伪善包装的面具 这同时也启示我们 所谓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要相信自己的国家和同胞 不能随便将个人乃至国家的命运交托在别国手上 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俄富豪们手上的财富 说到底也是俄罗斯人民一起奋斗出来的 花在国内的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上也好过存在随时被没收的海外 普京也曾告诫过他们 尽管这些人有的获得了伯爵 贵族和市长的头衔 但他们仍将是二等公民 你是企业家和亿万富豪 但你也是俄罗斯人 你的祖国永远都是俄罗斯 人家可不管你具有葡萄牙国籍还是以色列国籍 随便用一个借口 就可以将你的亿万资产冻结充功 挪作胎用 好 好